就是揪鬆他那個要去當兵的那個人 好然後今天我做的就是 新G&B打電腦官網的整理 不過最後就做完第一個部分就是 你想知道關於G&B的什麼事情 就是你第一次來這裡的時候你想要 這樣整個東西 然後就在原地 發現坐在原地其實沒有什麼人要理你 所以我就晃了一圈請大家寫下說 假設你第一天來 第一次來 第一次碰到G&B 你會希望知道些什麼事情 然後可能就是一些什麼G&B的歷史啊 然後 然後如何參與啊 怎麼不當別人來去應該穿什麼 因為好像有人說怕 以前參加了太多商館的G&B中 可能怕以為來這邊要穿西裝之類 就幫大家來 來到現場怕大家都是轉褲轉秀之類之類的 然後可能就是一些 就是說我現在有什麼提案啊 我可以做哪些提案啊 然後 阿美語猛一點就是 特別要幫自己打一下廣告這樣子 對 請大家都去參與 然後或者是這些提案的未來發展是什麼 然後 就是可能是說我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我可以做些什麼 然後我有什麼專案可以做 然後我要如何去參與這些專案 然後也就是說 那誰可以參加那些東西 然後以及就是 對於什麼 像是 對於案主的 或是新判者的一些 性股建設等等的內容 那其實 這些東西在很久很 在以前的專案 很多時候曾經出現過樣什麼 就是G&B的早事流程 這個 其實我太記得它 不是在記得它什麼時候的 那個搬東西 就是在我搬那些恐怖區的時候 找不到的 然後或者就是 G&B的個人 直接認不去混阿 然後什麼大宇宙人 第一次認過阿 就這些東西其實 以前都有人想做過 那也一直一直的 都有人去討論這些事情 但是為什麼它沒有可以 繼續做下去呢 我覺得這是我們可以思考的 那或者說我們後面可以真正的 既然 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那它就是用WERSO的東西 那就是有錢人留下的遺跡 那我們就可以去 遺跡 對 遺跡 對 我們就可以去找找看說 有什麼共同點 然後讓我們去改善這些東西 然後改善新的官網 然後更多的新判者 來參與這個活動 剛剛有人跟我聊說 其實他覺得今天 整體也還蠻友善的阿 對 我覺得很開心的 對 然後就是可能 或者是活動紀錄阿 然後就是接下來三個月 可能會發生什麼 有的人可能就好奇 下一次的大宇宙時候之類之類之類的 對 然後有人問說 就是有沒有一起聚焦的方式 或者是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黑客手 對啊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黑客手 然後要看當初什麼 怎麼可以一路換了七年這樣子 然後可能 也有人要想說 要如何要建立新的 就是大家可以更多的連結呢 就有人提議說 可能一開始就是 我們每次 最愛聯繫的遊戲阿 把每次的自我介紹 改成什麼蘋果遊戲 然後要做完了以後 才可以吃東西 才可以吃東西這樣子 直接很邪惡的方式 然後就是 最後就是 就是 如果你有興趣 他剛剛貝斯有講過 或是你也可以在私在歌上面 敲我 或是貝斯聊一聊 就是相關的 我的訓練 這樣子 然後聽說有人 因為貓貓所以 跑來我的機阿 那就再給你看一張吧 就是貓貓以後的距離 今天有吃飽嗎 謝謝大家